有一名骑士因为经常超速 被吊扣机车牌照之后 他竟然悬挂未造的假车牌上路 还继续超速 结果害得在外岛工作的正牌车主 是莫名收到了一大堆罚单 而正打算报案时 没想到远景已经先破案抓到人 也让苦主惊喜又感谢 远景进行巡逻勤勿 发现前方骑士的车牌有点怪怪的 立刻示意要对方停下 骑士被拦下还撞得一脸狐疑直到 你这车子是谁的 这不是我的 挂人家的车牌干嘛 远景当场戳破他挂假车牌 其实这才开口坦诚 你知道你这样犯法吗 我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可能 这车牌照假车牌 正面23岁的刘信骑士 因为经常超速违规 导致计车车牌被吊扣 但他为了上下班方便 竟买假车牌来挂 结果他依旧超速被开单 这下害到被未造车牌号码的正牌车主 收到三张超速 一张严重超速 总共四张罚单 气得把违规照片PO网 也引起警方注意 23号巡逻时 发现这位挂假车牌的流行骑士 立刻把他拦查 该名歧视称 其实因交通违规 车牌照吊扣 而异想天开 使用伪造之车牌 悬瓜甲车牌上路 最高可罚10800元 一时贪图方便 铤而走险违法 得付出极大代价 记者林珠强团有报道